一只狗能有多会过日子 这只拉布拉多可以说是全网最顾家的狗子 每次出门都要从外面顺点东西回来 有时候是鸡鸭 有时候是蔬菜 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可谓是操碎了心 这只狗子名叫小宝 是一只忠心耿耿的好狗 前些日子主人在家吃柚子的时候被小宝看见了 小宝心想既然主人喜欢吃 那他就想办法多弄些回来 第二天一大早就在外面寻寻觅觅 直接叼了颗柚子回家让主人吃个尽兴 没几天主人又吃了几颗橘子 这又让小宝记住了 小宝又开始寻寻觅觅 傍晚的时候迈着欢快的步伐 带着橘子向主人邀功 主人高兴地摸了摸他的狗头 小宝心想自己做得果然很棒 为了在主人面前好好表现自己 小宝每天开始早出晚归 看到邻居家的丝瓜摘一颗回家 看到隔壁家的南瓜 他叼着就往家跑 小宝似乎还不满足 村民家菜地里种的毛豆也被他拖回了家 村民们哪里见过如此自觉的狗 本来以为他几天就消停了 没想到小宝尝到甜头后 热衷于给主人寻找食物 带回去的东西越来越多 时间久了 这头菜贼自然就上了村民们的黑名单 谁家要是看到小宝在自家门口 多豆留了一会 一连好几天都不敢松懈 生怕小宝趁人不备偷点东西回家 人人对他避之不及 这只狗可真会过日子 平时家里根本不用买菜 狗子在村子里转一圈 主人想吃啥菜都能弄到手 光是偷菜还不满足 还想着给主人加餐 这不 小宝又跑去了邻居家的鸡圈 吊着一只鸡就往家里赶 生怕主人饿肚子 不许偷鸡 还要变着花样的给主人改善伙食 主人吃腻了鸡 小宝就亲自下河抓鱼 光吃鱼营养不够 小宝又去顺之甲鱼回家 偶尔还要去河边 把村民前天夜里放置的地龙带回家 给主人吃点小龙虾 改善改善伙食 主人曾多次批评教育小宝 这行为是不道德的 小宝自此虚心接受批评 这次知道错了 下次还敢再犯 主人也拿他没辙 有时候在外面顺不到东西 小宝就坐在路中间 不愿意回家 非要主人三思四起 他才心不甘情不愿地跟着主人回去 生怕主人吃不上饭 小宝也实在不容易 有时候偷东西被盖住了 小宝在前面跑 村民在后面追 追不上这鸡鸭就是小宝了 万一追上了 小宝就会换来一顿思想教育 一边接受惩罚 一边一边尴尬地 疼主人把自己赎回去 不过小宝可一点都不觉得自己做错了 今天让自己在主人面前丢了面子 明天他就要抱着回去 从对方家里顺更多的东西回家 村民们拿这狗子 也是一点办法都没 虽然对他恨得牙痒痒 恨不得带过来揍一顿 但每次看到小宝心虚 又不知所措的表情 村民们都下不去手 这孤家的小狗 不仅每天从外面顺机押回来 现在还学会了偷偷带走村民家一切有用的东西 比如说大爷正在收拾屋顶 小宝趁着大爷不注意 直接把梯子顺走 大妈干了一上午活 正准备开着三轮车回家 小宝叼起草帽就往家跑 留着大妈一个人在风中凌乱 趁着小哥打电话 没注意到自己 小宝叼起人家的头盔 也不知道一只狗子要头盔有啥用 在村民们的放纵下 小宝顺起东西来 愈发得心应手 家里柴火不够烧 小宝叼着木棍往家杆 一转眼的工作 他又找到了一大块塑料泡沫 就是不知道这塑料泡沫有什么用 没过一会 小宝背着一大包塑料泡沫出现了 看着样子像是家里有什么急事 村民们纷纷向小宝的主人表示不满 这要是顺点没用的东西也就算了 拿走小女孩的拖鞋 带走邻居家的炒菜锅 甚至连人家的裤子床单都要带回家 这真是让人怀疑 小宝家的日子真有这么难过吗 不只是村民们不愿意 连收废品的大爷都有一家 小宝这不是要抢自己的饭碗吗 废品都让他收走了 我收啥 对此 小宝的主人对村民们表达了歉意 并狠狠收拾了小宝 再这样下去 他就要亲自把小宝送去敦局子了 话说回来 小宝也是为了主人好 他哪里知道自己的行为叫做偷窃呢 他只是想尽自己所能 给主人更好的生活罢了 谁能拒绝这么顾家的狗子呢 我需要上来这里